早晨,今天是12月27日星期三 欢迎SELTA 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叫得金融董事陈正芯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Ryan,今个星期大股有什么支点? 我想大家都有看着美股 标普百指数都接近历史新高 大家又要看看会不会有机会是破顶呢? 这个都是今个星期大家想聚焦的一件事 对,还有港股方面 看到现在的黑企都是做好的 暂时就上一条20天线流上 在部署上应该怎样做呢? Ryan稍后会给我们一些意见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持续上升 标志进一步逼近历史最高 纳指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美国星期二 聖诞假期后服市 导致轻微高开后 一度升232点 收市升159点 收报37545点 升0.4% 标志升0.4% 收报4774点 纳指从上万5点流上 收市升81点 收报15074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1.2% 欧洲三大股市 星期二是优势的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普遍做好的 Tesla升1% 苹果就美国部门禁止进口部分Apple Watch型号提出上诉 股价先升后跌 收市要跌0.3% 另外 英超球会曼联获英国富豪救入25%股权 在美国挂牌股价抽高3% 英格尔证实计划在以色列投资250亿美元 股价弹升5% 另外NVIDIA 升近1% 再度逼近500美元的水平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科网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做好的 网易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8% 腾讯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7% 折合港元上回290元流上 阿里巴巴比港股上日高出3%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出2% 折合63.36元 比亚迪也比本港收市高接近3% 电动车股ADR普遍向上 蔚来急升1成 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5% 理想也比本港收市高出1%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连升三个交易日之后 今日早段再度向上 现在升超过1% 升379点 最新报33685点 所以综合指数未跌10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47点 新西兰硬10成份股指数跌23点 最新的跌幅是0.2% 看起来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早段是做好的 升50点左右 恒指到16600点左右的水平 升穿20天线 稍后对原本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跟Ryan谈谈谈谈外围示范 美股其实看到继续做好 纳指升上15000点 标指就进一步逼近 去年1月创出的历史最高 以星期计算 年升第8个星期 近日都是炒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预期2024年会开始减息 第二就是所谓的圣诞升市 大约就是每一年最后的五个交易日 以及第二年头两个交易日 根据股票交易员年间的统计就显示 由1950到1969年期间 标指在这段时间 平均的升幅是1.3% 市场称之为Santa Claus Rally 就是圣诞升市 好 超短线的问了 今年还有两个交易日 刚才的Santa Claus Rally就计算了 每年头两个交易日 未来预期都会做好 美股部署上 你建议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譬如近日真的在赚钱 应不应该做一个短期的止赚 应该要检视一下自己的持创 如果你在短时间内有些超卖的股份 其实是应该获利的 美股的社会有道理 其实它的灵活性比较高 就是因为你一股一股的卖 你起码可以减持做三分一也好 减持一半也好 其实你也比较方便一点的 当然了 我就不认为你应该清仓的 是 因为在美股的整个投资组合里面 始终都是很多优势的企业 还有这一段的升市 我自己看是美元的 但是 那个的调整是会有机会出现的 还有这个标本白指数 也开始迫近了一个历史的高位 历史高位只差二十多点 即使你计算的优势也不是很夸张 很远 但是通常这些指数 去到接近一些的历史高位的时候 我们看形态分析也看到 这些通常出现双顶的了 那就会有机会出现一些短线的回吐出来的 所以就好像刚才所说的 你要因应自己的整个磁瘡来做 不要让自己太过重磋 或者甚至乎有些朋友 他们可能已经去到 用杠杆形式 就是磁瘡的了 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 这个 在现在的市况之下 我会建议你减一减先的 即是获利部分有待定 鎖定一些的盈利 那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是的 都要注意在高位之后 怎样走 好 我们的问题问回长一点 因为超短线来说 Ryan也会觉得 有部分股份应该获利 以及现在也算是在高位 今年至今 其实美股升了不少 比如说标普500 其实今年至今就升了24% 未来 明年 大选年 即是5至1个大选 后市你觉得还有没有条件 或者机会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升幅 即是在美股 如果大成这样的升幅 即是你超过20%的升幅 我觉得未必会在2024年 会再次出现 总体来说 美股我就不会说 真的看得太淡 但是 未来这年我自己相信 波幅会比较大 这个就反而要留意一下 原因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最主要 就是息口的问题 因为你息口对资金成本 以至对企业本身的成本 不同的影响 其实是会对那个整体的大市 尤其是指标指数 有一个拉斜作用的 那么你每个企业对息口的反应 其实也不同 除此之外 其实它也影响着那个美元 你之前一段时间的美元也是偏强的 这个对美股也是相当利好的 第三就是地缘政局的因素 它2023年 大家都记得 其实也不止今年 就算看去年开始 那个地缘政局 环球不同的地区 由中东 去到南海 去到欧洲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看到 有不同的冲突 或者战线 或者是一些国际关系之间的争压 都是越演越烈 这些情况我就看不到 在2024年 有一个遇合的情况 或者是拉近的情况 那利缘政局 怎样都是不利于一个股市的 或者算是一个负面因素 或者是不明朗因素 这个也会左右到 整体股市的波动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我们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上周五的情况 因为受到游戏股急跌的拖累 恒指跌了280点收市 恒指上周五高开122点 最多曾经升超过200点 一度重上20天线 不过大约到11点半左右 国家新闻出版处就发布了 网络游戏管理办法的草案征求意见稿 游戏股龙头 腾讯和网易大幅向下 拖累恒指一度跌349点 收市跌280点 收报16340点 跌幅1.7% 博指收市跌2.3% 收报5488点 科指跌4% 收报3548点 大使全日成交纳升到1411亿 北水油正流入转为正流出 走资是42亿8千万 主要估出腾讯和指数ETF 正流入最多的是中国移动 金额有3.3亿 中海油有1亿2千万 正流出最多的是腾讯 上周五正流出金额有26亿8千万 盈富基金有7亿3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4亿2千万 恒生国志ETF有2亿7千万 大使上周五港股 受到游戏股拖累急跌 待会游戏股方面我们会详细谈 先谈恒指 恒指跌了280点 上周五的收市 其实失手了10天线 增活期间有几件事可以看到 第一是网友股ADR上升 中美关系上 美国贸易代表大琪的办公室宣布 将352项中国进口商品 和77项新冠相关商品的301条款 关税豁免期 进一步延长到明年5月31日 关系似乎进一步缓和 但在内地股市方面 其实就进一步沉底 上证再失手2900店 到14个月底 随着腾讯和阿里ADR等等有反弹 明天有期节 港股今年最后两个交易日 是否能够更加乐观 如果单纯说最后两个交易日 我觉得不会太过悲公 也不会太过乐观 看回在假期前 那支大阴烛 其实你还说到 上下的波幅也挺大的 16800到16200 这600点的区间 我自己看了最后两个交易日 这个区间其实未必那么容易去突破 似乎就会暂时来说 限制了 指数是剩余两个交易日的走势 但是大家会看着 一去到高位 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沽盘 获利盘 旗子开淡仓 之类的状况 你去到低位其实也不容易穿的 16250点左右的水平 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支持 暂时来说 这个波幅我想也是限制了 可能也挺大机会 极大机会 就是今年的低位 基本上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在较早的时候 在今个月 那些的低位 15972那些位置 也算是好事的 比较去年14597的位置 轻轻是高了一点 就是低位未向下突破 但是 另一个 如果你说整体形态来说 我比较担心一件事 今年和去年 都是在全年高位 在Q1出现的 我自己比较担心 在2024年的情况是持续 因为整个资金的趋势 暂时来说就未改变 继续都是出现一个流走的状况 而一些的重榜股 你一去到这个位 也是出现了一些的 和利盘 甚至现在你看到内地的股市 刚才提到 在港股假期的期间 其实也是 叫做失手了一些 重要的一些的位置 这个上证作业指数 就是你没有了一些的 齐头关口 是 2900 你互心三脚指数 其实也是 有机会向下突破 这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 会有多大机会 拖累到整体的港股的情况 是的 或者这样 我们这样问吧 你说今年的低位 港股来说 就应该见了 因为其实也还有两个交易日 但是近年 或者近期的低位 就是去年那个年底 那时就穿了晚五 你猜明年第一季 其实晚五这个关口 有守不守得住呢 第一季也有机会守得住的 因为 因为钱中有个股值在这里的港股 尤其是 你有一堆的地产股在这里的 是 你去到现在 你不要说去到万五 你去到现在万六边 其实那个的 就是你计PE左右 八九倍左右 那你计那个 就是PB就更加便宜了 那么这个对港股来说 都会有个支持 这个其实都叫做 撑着那个港股先 在短期内 但是你说 在整个趋势 是不是明年 不会穿晚五呢 那么我又觉得 明年的低位 未必在万五以上